台湾和马来西亚的小组投名战打响了 由于马来西亚在混双和男丹连拿两分 对于台湾来说 戴姿营已经没有任何退路了 她面对的对手是大妈女丹 一姐无紧微 此前两次交手戴姿营二胜零负 不论是从实力还是经验来看 戴姿营都要更胜一筹 这次小戴也不如使命 为台湾保留了争夺小组投名的一线希望 现在我们再来看一下这场比赛 换成了老将叶成万 2000年 随着无几位挡杀球下马 开局比分战成了4比2 戴姿营稍稍领先两分 你想去抢她的点 抓她的这种提前预判 难度也不小 往前的扑杀 戴姿营的跑动速度非常快 抓机会的能力也非常强 新鲜啊 当然 虽然个子不高 但是她在场上移动 她的这种能力 包括手上的变化 基本上 就当时来看在童年里 没有什么弱点 比分来到了6比5 无仅为所有得分 都是小戴失误给的 这种差距 但是如果说身体素质 差距太大的话 在很多项目里面 这针子就没法打 无仅为往前失误 从这里可以看出 往前球还是小戴更加的细腻 掌握着主动权 机会出现了 再送无仅为一分 小戴的机会球没有把握住 好球 头顶杀斜线 无仅为根本就防不住 小戴以11比60 先五分进度局限休息 小戴以11比70 可以 手 分中 按现在 所有关注 2 5 往前挑后场对角 小戴开始调动吴景威 场上的局势完全由小戴掌控 这一球是金内球 挑后场落点非常精准 但吴景威在到位的情况下 首先戴这样不是新度 其次呢 吴景威也不是新度 前天的那个吴景威 跳杀得手 小戴拿到了局点 这段时间 比分从6比5到20比7 小戴直接轰了一波 14比2的得分高潮 目前马来西亚 唯一比较缺腿的一个项目 最后一球 吴景威反手勾对角下往 小戴以21比8青森 拿起了第一局 随着这一球的落地 比分战成了5比4 小戴只领先了一分 但转折点就从这里开始 就这几排来说 是不是线断了 头顶杀之间得手 小戴连得三分 瞬间就将比分给拉开了 激烈的碰撞 很不容易啊 这比赛在场上觉得很残忍 也有朋友来说 而对于他的对手来说 不管这个身体状况 小戴在此11比5领先入分 进入下半段 杨博涵 这一场应该是非常的激励 而且好像两队组合 都是这次苏碑第一次出场 其实实力也都不弱 对 然后或者掉正手往前 然后马上推一个反手底线 吴景韦就有点跑不过去了 对角马上拐 这个线路今天只要 还在多拍 这一球吴景韦放得很精彩 打了小戴一个措手不及 顽强的追回一分 还是依然很拼 连续的三把正手滑盘 小戴的失误又上来了 打得有点放松了 简单球也出现失误 小戴的防守也很精彩 杀又杀不死 防又防不住 三百六十度攻防无死角 吴景韦打得相当被动 而且我感觉本可以不打这么长 所以其实我们从他打赛之后 他自己的这个无谓失误 怎么样控制一下 今天这个失误确实有一点太多了 因为确实吴景韦没有 小戴拿到了十个赛队 完全将比赛打成了热身赛 最后小戴一个跳杀斜线终结了比赛 最后还是轻松地收下了这一分 两局轻松回扫无几位 帮助台湾大比分追成1比2 只可惜 随后的男双和女双台湾再次败倍 最终台湾也是以1比4输给了马来西亚 以小组第二的身份 携手马来西亚一起晋级苏迪曼杯八强 感谢观看